请注意此影片含粗续用语 不惜仪仪同及仪打烂人士观看 此影片绝非广告 自费的屌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自己就吃满汗大餐 人家没有出米粉 米粉是他自己放下去的 他说一个面不够饱和 复工之后很冷 虽然说煮饭 但仍然只有两条饮唱 还要是滑嘟嘟买回来的 不知煮什么好 只有三条茄子在里 看不需要带饭 随便放入烤炉就算了 因为之前放生蕉粉觉得很好吃 所以这次放得很重手 不知辣到自己都吃不得到 做人真的不要那么贪心 这餐终于像家里饭了 有好大碗随便炒的椰菜 还有碟蚝油鸡翼 我明明数着解冻了16只出来 打算煩饭6只 滑嘟嘟6只 我就有4只 怎知煮出来只剩11只 不知鸡翼是不是被蚝油吃了 结果那晚就很空虛了 这日遇过晚上会挂8毫 就在冰箱掃出来打边炉 都是有些肉 有些饺 有些冰了很久的蚝油 开工开到很硬 費冷时搞那么多东西 所以又是湿沟沙爹湯底就算了 幸好这次包猪肉好好味 没买菜又不知煮什么好 边炉都打完 还可以点弃法呢 那就唯有清楚吃剩的原色拿去炒蛋 开了包急凍大纸 求冷其煎熟去就吃了 第二日不用带饭 但是洗尾的时候又不能记得 所以这餐挂丁丁碗饭好得大碗 又幸好饭吃得饱 如果不是这餐没肉 他又会叫肚饿的啦 你们应该看得出 我这个月做到扑街 所以餐餐都这么轻的哈 这餐就炒完冰箱的脆肉瓜和红萝卜 加一些液素酱 炒完猪腩肉做一盒就搞定啦 挂丁丁没什么要求 有肉他就高兴的啦 冰箱还有那天打边炉 好好味那些猪 这天就拿来做了煮日式薯仔炖肉 但是我想吃番薯多些 所以就变了番薯仔炖肉啦 这味明明好易煮又好吃 但我常常都不记得它 等我拿去入行常菜单 那天买多了四季豆 但是买少了猪肉 饱到五三五四感 好彩我会汁生 拿了少少豆切完 加些猪肉碎炒蛋 剩下那块豆就切长些 炒完落些就来不吃得的薯仔 我都不知这味叫什么名堂 吃得饱就得啦 和之前一样 想煮三人份的咖喱 又煮了六人份出来 但是人是要进步的嘛 今次我就醒啦 除了滑滑滑的饭盒之外 我还留多兜给自己 第二天午餐吃 这样分散投资法 便不用吃到反逃咯 因为第二天做到不记得吃午餐 所以这餐又减了咖喱 那些猪排因为加了一只桂蛋 又懒得拿去煎 放入烤炉就算 出来好像铺了一股芝士 另外煮了一股大黄菜 好贪心的加上粉丝 其实我只吃那道没肉的咖喱都饱了 为什么要煮那么多呢 话说复工之下 不想那么处 所以很多时候做得硬都不能煮饭 所以为什么这个月 好像不是很多餐 但是吃得吃得饭多 又好像会死快点 处死还是吃死 你一定会怎么选呢 嘿嘿 谢谢大家